最近有一个热点话题 那就是每天精力充沛的小灰灰 她究竟遗传了谁的基因 很多人都说论外表感觉像乐宝 所以每次爱宝见到灰宝的时候 就跟看乐宝没啥区别 最近的爱宝一点都不想见到乐宝 所以对于小灰灰是经常揍她 甚至有时候爱宝还堵住门不让她进 但换句话说灰宝的脑门确实像乐宝 还有这眼睛都是复制粘贴 乐宝在熊猫界也是魅力男熊啊 霸王灰这颜值和气势都是摆在那的 她不仅继承了乐宝的外表 也继承了福宝姐姐的性格 灰宝和福宝姐姐小时候一样 也喜欢破坏油菜花田肆意翻滚 如果福宝姐姐回国之后 爱宝乐园的主力熊就是靠灰宝支撑 灰宝破坏完油菜花田还会快速逃跑 因为她知道将爷爷来检查了 将爷爷认真查看油菜花有没有损坏 小灰宝回头找将爷爷直接被抓包 将爷爷把灰宝淋得远远呢 将爷爷他想保留福宝的油菜花田 但灰宝哪里肯听换个位置继续蹲 将爷爷这次直接拿出手机拍下证据 预感到已经被偷拍的灰宝立马出来 灰宝想让将爷爷把视频删掉 他可不想让喜欢他的姨姨们 看到他被抓的一面 灰宝跑过去抓着将爷爷腿不放 再三求着将爷爷扇视频 因为灰宝他说他也是要面子的 灰宝不仅活泼可爱而且特别爱玩 有时候不让宋爷爷打扫卫生 就抱住扫把不放